大家好,又是我港珠和大家谈谈英国本地生命的时间 现在的录影时间是 2022 年 6 月 2 日 今天正式开始我们 慶祝女皇登基70周年的一个长假期的第一天 第一个慶祝活动发生的就是 Tripping to Cala 即是一个军旗敬礼的仪式 参与的军队,他们的步兵 就是会手持着代表他们部队的一支军旗,即是Color 然后就是会暴躁,当然配合音乐 作为一个慶祝活动 参与这个慶祝活动的,除了有军队之外 还有黄色的成员,譬如威廉王子的子女 这个吸引到很多眼球和很多人会拍照 因为几个小朋友都挺可爱的 除此之外,其实女皇自己和他的皇室成员 一些有皇室的职位身份成员 都有在白金汉宫的看台上 去到检阅这次的仪式 以及与民众揮手欢呼 而到最后,还有军机飞过白金汉宫的上空 展示了英国国旗上的三种颜色红白蓝 今次这个活动是一个很盛大的慶典 在上片里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民众夹道欢迎 可以说是塞爆了整个白金汉宫附近的环境 今次这个慶典 其实连续几日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会发生 会和大家逐一介绍一下 另外这条影片里面 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移居英国的香港人 可以怎样参与这些活动 另外有什么观察和反思呢 第一个我留意到的 吕王为了今次的慶祝活动 发表的一个简短声明 这个声明虽然简短 但我觉得是写得很有意思的 他开手第一句 已经是多谢所有参与的民众 是多谢大家为他慶祝登基70周年的慶典 第二句就是他相信今次的慶典 会创造了很多很快乐的回忆 最后他也提到对未来充满信心和热情 你会看到这段说话虽然很简短 但其实他今次借这个机会 并不是要姚武扬威 或者说自己有多厉害 或者说国家有什么成就有什么伟大 反而是用非常平实和简单的语言 去多谢民众和祝愿大家 可以过得很开心这个慶典 和展望未来给大家信心和希望 你可以看到整个慶典的主调 就是想大家开心和快乐 可能因为大家都带着很开心的气氛 去到参与 所以今天真的有很多人去到现场 看电视直播看到有成千上万的民众 而且除了英国本地人之外 还有一些来自外地的游客 尤其是一些来自英联邦国家的人 都会来到参与这个巡游活动 但是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是喜欢皇室 或者会想慶祝的 其实今天的活动里面 都会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有一些动物权益的人士 他们就企图冲出去移仗队的路程当中 就是做一个抗议的展示标语 当然很快就被警察制服和带走了 但是在这里看到 其实虽然一个这么大的庆典里面 但是不代表所有人都是支持皇室的 也会有人对于这些活动 对于整个皇室是有反感的 而其实在英国去到讽刺皇室的 一些网上潜力图 一些恶搞的图片其实有很多的 英国不是所有民众都会这么支持皇室 这些图片有很多 而且大家都很放心在网上去分享这些图片 甚至在主流的传媒 都会有一些恶搞皇室的喜剧 大家可以看到的 而另外除了很出名的政治讽刺的漫画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漫画是讽刺皇室的成员 其实这里似乎有一种自嘲或讽刺的气氛 大家都不会觉得是什么回事 譬如说我自己在公司 也有些同事毫不偉言地跟其他人说 其实他是不喜欢皇室成员 会是数落皇室的一些什么问题 譬如说有一次我们在茶水间 因为有些骚髒的东西 要摆上桌子 所以就有个同事就去抄报纸上桌子 揭了几班之后就特意抽了一页 那一页就摆在桌子上桌子 我看原来那一页上正正是有皇室成员的相片 那位同事还有一些嘲笑话说 这一页正用这一页 然后就把那件骚髒的东西 直接印到皇室成员的样子上 周围的同事都在笑大家笑嘲笑话 不觉得是什么回事 还有可能都会觉得 皇室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对象 而事实上皇室也不会因为这件事 有很大的反应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是开玩笑 并不是一些很严重的事 其实都是无相大雅的 这个在英国这边可以说是一个 很自然的 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对于这些讽刺 一些嘲笑或者开玩笑 这个包容性 亦都可以体验到 其实这个地方本身的领袖质素 以及整个民众本身的一个质素 那整个慶祝活动有些什么会发生呢 除了今早Tripping the Colour 以及有个军机的Fly Pass 今晚刚刚之前都发生了的 就是会有一些点燃一些Beacons 类似风火那样的一些东西去到慶祝活动 之后还有很多其他活动 例如有一些巡游 开派对 有音乐的表演 另外在Saint Paul's Cathedral 就会有一个Service 另外还会有很多的一些 其他林林种种的活动 例如今晚我打开电视 看BBC的一个长寿电视剧 那里面竟然见到 查理斯王子和她的太太 就竟然客串了这一集 这一集的故事就讲这些民众 就在他们的那个地方 即Albert Square那里 就做一个盛大的派对 街坊一起去吃吃东西 庆祝女王登基 而查理斯王子两夫妇就扮演他们自己 他们的角色就是 来到这里赠庆的一个特别神秘嘉宾 他们就参与了这一集节目的演出 看完这个电视剧之后 再看下去就见到另外一个仪式 晚上女王会主持一个亮灯仪式 点亮了白金汉宫出面的这棵树 除此之外在英国和整个英联邦 有很多国家 他都做了一个仪式 就是点燃这个Beacons 即是一些风火台那类的东西 其实这个仪式都是一个传统来的 很有象征意义的 发生了很多次的 在维多利亚女王1897年的时候 庆祝她的登基传戏的纪念都是做过的 伊丽三百二世这位女王在1977年 2002年和2012年 庆祝她的银戏金戏和传戏的登基纪念都是有做过的 而另外2016年她的90岁生日亦都有做过的 可以说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仪式 亦都象征着点燃的火具 有一个希望的象征 其实活动是有很多的 全英国大大小小有几千个这些慶祝活动的 王室是很鼓励民间的团体和民众 是自发去搞这些活动的 其实如果你想回去官方的网站 你是可以搜寻到在你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些什么活动的 这个就是说回刚才所说的 移民到英国的一些香港朋友 如果想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想和本地一起慶祝女王的登基 其实是可以找回自己家附近的什么活动发生 报名参加的 其中一个我想提提的就是街头派对 这个派对是真的在街头做的 这条街是会封了它 附近的街坊 就会拿他们的桌椅出来 分享食物 一起在街上开派对 一起去吃东西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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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庆祝女王登基 例如说我家附近都有这些活动的 所以这条街上的车 早前已经有人摄了一些告示在这里提醒大家 这条街是会封了街 记得到时就洗走车 不要阻止一条街 这样的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 去到一起来参与 就可以去找回附近有没有这样的派对进行 而事实上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大家 去融入英国这个社区 因为其实大家在参与的时候 可以认识到附近的轮社 社区上的不同的人 大家开心心过一个下午 其实都挺开心的 说到尾大家会留意到 其实很多这些活动 都是很鼓励民众一起去参与 整个气氛都是希望大家开心心的 好像女王所说 希望去制造到大家的开心回忆 整个主调都是开心心过日子 今次的庆祝活动 是可以体现到英国人追求开心 追求快乐的一面 不是说借这个活动去做些什么 展示国家实力 正如好像今早的巡游 就并不是为了去到展示什么国家实力 因为通常如果是讲阅兵 可能在某些国家就会有些飞机大炮 都会出来了 就展示这个军备实力 展示个领导的权威 但是这里会看到就是 反而是邀请民众来参与 其实是一个开心的仪式 一些开心的活动来的 由这点就带出一个我想讨论下的一点 就是究竟 女王的存在价值 或者皇室君主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呢 大家见到女王少少后的照片都会知道 其实女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当然是给大家带来的欢乐 希望大家都会开心心 慶祝今次她登基 但除此之外我自己觉得作为君主 为什么到今时今日现代社会 已经讲民主选举时 都还有她存在价值呢 至少在女王身上我看到的一点很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她可以凝聚到民心 和代表到民意 如果大家会是尊重和尊敬这个君主的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君主 是讲出大家的心声 是可以代表大家 大家是有一个情绪的投射 我觉得这个君主是代表到自己 代表到大家民众的 例如说很深印象就是 在疫情期间 女王是曾经发表过一个电视演说 最后是有总结了一段说话 我觉得这段说话是讲得非常非常之好 在这个艰难时期 是可以鼓舞到英国人 和为大家带来希望的 这段说话是这样说的 它说 We will be with our friends again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 这段说话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是会再和我们的朋友一起的 我们是会再和我们的家人一起的 我们是会再相聚的 这段说话发生在 当英国出现了lockdown 大家是有社交的限制 不可以和亲友聚会 很久可能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朋友的时候 其实那个社交隔离的压抑 那个孤独感是很强的 整个社会是蔓延着一种 很负面的气氛的 在这个时候 女王出来 除了是acknowledge 去到讲到 真的有这些事发生着的 没有违避到这个事实 没有违避到这个负面的情绪 但同时都是为大家带来希望 是说出大家心声就是 我们是会再见面的 大家是一定会再相聚的 这一点可以让大家看到 女王其实他平时可能只是很多官式的一些象征意义上的存在 但是在重要的时刻他就是可以做到一个君主的角色 带领到民众走出困境 以及可以凝聚到民心 这个就是我认为为何在今时今日至少 现在我们的这位女王 他有他的存在价值 以及也可能解释到为何英国人普遍来说 对女王都是不反感甚至是挺爱戴的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一类型的英国新闻分享 英国生活点滴 以及移民资讯的话 欢迎你按订阅那个按键 按旁边的钟的图示 然后就会收到更多新的影片通知 而除了影片版之外 我的节目都是有声音版的 在手机上的Podcast的一些软件 都是找到一个声音版的 欢迎大家按订阅这个按键 就可以收听到我的节目的了 这个频道都很需要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给多点like 给多点支持,给多点鼓励我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你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